那这一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我们VoE组件化 那在上一课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个VoE CRI 怎么用交友架去构建这个项目 那在这一课我们就用这个交友架去构建一个项目 然后在这里面去写单文件组件 用单文件组件的形式去讲一个组件 因为在以后的开发过程中 我们肯定都是写单文件组件比较多的 因为它用单文件组件是非常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我们直接写一个组件的话是不是说了 Template我们是不是一个字不串 那如果你用单文件组件的话 上一课已经看到了 它是不是直接可以写一个DOM接地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更加方便 有高量 有我们的一个直接的一个table显示 那在这里面当中 我已经去构建好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处属化的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什么都没动啊 就是处属化好的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应该的RTML 是我们渲染的一个RTML文件 在这里面有一个DIV 这个DIV是用作挂载的一个节点 然后在这里面我要用到一个bootstrap 所以说我用NPM把这个bootstrap给下载下来了 并且是把它给引入了 它就是nodemodel下面有个bootstrap文件夹 下面有个bootstrap.min.css 把css给引入进来了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min.cs是入口文件 入口文件的话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 入口文件 是不是我们首先引入的这个APP APP是什么呢 APP引入之后 通过ViewEloader的一个转换 转换成一个对象 我们说过把所有的一个模板 其实它都是不管是ATMR模板也好 ATMR模板也好 它都会给它变成一个对象 对象在这里面就是一个虚拟DOM 用对象去显示我们的一个DOM界点 因为我们GS性能是比ATMR性能更高的 所以说它在这里面用GS去显示我们的DOM界点 并且把GS给转换成一个DOM界点 它在这里面有个内部的操作 那它怎么转换呢 就通过RUN的函数 然后把这里面的一个参数一执行 把这个对象一传进去 它就会把我们的DOM界点给显示出来了 最后显示的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形式 这样一个形式 那现在我们是不是知道了 它刚刚开始显示的就是这个APP.W 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下自己的APP.W 那在这里面我们把这个DIV都给删掉啊 然后把这个export default里面的东西都删掉 因为我们要写自己的东西 然后这个style是不是也应该删掉 因为我们不需要一些样式 不需要一些样式 因为我在这里面已经引入了bootstrap了 我们用bootstrap的样式就OK了 那在timplay里面我们写什么呢 就写一个DIV.container 对吧 这是一个bootstrap的一个样式 然后接下来就是DIV.上一个ro 对吧 好 然后接下来我们想要这个DIV站马整个一行 是不是就是可以用一个cos.sm 对吧 那这个就是一个站马整行的一个操作 然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要写一个什么 要写一个弹窗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 那当然我们显示出来应该是一个空的 因为在这里面是不是这个盗墓节点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在这里面要用到组件 这个组件就是一个弹窗 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里面去创建一个组件 那组件我们就叫做一个announcement 一个通告 那在W1 那在这里面我们写两部分 三部分 template 还有一个squit squit我们直接生成了 OK 就有这个isport default 因为它要导出 然后style我们就不写了 在这里面我们也不需要样式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就是有一个弹窗 这弹窗就是alert 这个alert也是我们的一个boost drop里面的一个量式 alert info OK 然后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要写一句话 就是一个弹窗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用一个数据绑定的形式 因为在这里面是组件 这也需要写成一个函数的形式 在这里面我们就用es6的函数写法了 那这是一个对象 对象里面es6的函数可以写成这种形式 我们正常写函数是不是 你这么写啊 es6就直接把这个方式和帽号给省略了 这么写也是一个函数 es6的一个新语法 然后接下来在这里面我们定义一个message 对吧 还有一些信息 这是一个页面 OK 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message给渲染到里面去了 然后现在这个组件已经定义完了 我们是不是要 干什么 要注册这个组件吧 因为这个组件它导出是不是仅仅是一个配置的一个对象 所以在min在js里面 我们首先的import 这个announcement ok 然后from什么 在里面是es6的导出方式啊 在里面就是 aun zannouncement.we ok 那它已经写完了 那我们说要注册一个全级的组件 那在里面有个view的component的这个函数 然后第一个参数就是组件的名字 主要名字我们说还是得最好写成什么 一个横线的形式 nc nc ok 那师傅就管事了 那这样的话我们一刷新 看它会不会出来一个坦穿 哎 是不是会出产层啊 但在这里面为什么没有一个数据呢 我看它是报错了 报什么错误啊 哎 它应该返回 data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对象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面 它是一个函数 放一个第一个错误啊 然后它返回一个对象 然后message 放到这里面去 就应该ok了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哎 是不是 这是一个页面 并且是不是有样式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用了谁的样式 是不是boostraft的样式 这也是一个自适应的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什么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组件 组件已经注册完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一个练习吧 因为我们全域组件 局部组件都已经讲完了 并且是VUE CLI去创建一个单文件组件 我们也讲完了 那现在我们就练习一下 怎么去用这个全域组件和这个局部组件 其实像刚才我已经给了一个例子 那首先我们有两个练习 第一练习 我们这两个练习都是各自是一个组件 第一个组件 就是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一个文章啊 我们文章里面 是不是现在只有一个弹窗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是不是就是这个弹窗 这是一个页面的这个弹窗 那接下来我们说这个 底下还得有一个文章啊 那我们就写一个文章组件 这个文章组件你自己命名 什么名字都ok 最好是语余化的一个名名 然后现在我们这个article 这个文章组件里面有什么呢 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什么呢 就是这个文章被发表的一个时间 对吧 在这里面就是给它获取一个 现在的时间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文章的一个 呃 大标题 大标题 先是这个大标题吧 先是我们这个文章的一个大标题 这是什么什么文章 文章的一个标题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文章的一个发表时间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文章的一个主题 这文章是写什么内容呢 你写随便写一些就ok 那这是一个组件 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二个组件 第二个组件是不是得有一个作者啊 那下一个组件就是一个作者 那在这里面有两个区别 第一个组件 你用这个全局组件去定义 就是刚才我说 用一点component去定义 第二个组件呢 用我们的局部组件去定义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写在这个js里面去写什么 写component 去用局部组件去定义 现在你们就来完成这两个组件 然后现在把视频暂停一下 然后你们去完成这个组件 完成组件之后 再把这个视频打开 看一下跟我写的一不一样 然后去练习一下 ok 那我们一块再见啊 ok 那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写完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 是不是得写一个组件 是一个文章组件 是不是得创建一个文件 就叫做article 对吧 article.view 那在这里面 ok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得写上template ok 然后再写什么 再写这个square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不写style 因为style没有啊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我们首先 说在这里面 这个组件里有一个跟节点啊 跟节点我们就随便给一个吧 class等于这个container ok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是三部分 第一部分就是一个大标题 he 我们是不是在这里面应该写一个数据啊 数据我们一会再写 先写一个双大号号 这里面肯定是绑定一个数据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们的一个时间 那我们写个批标签 那在这里面还是我们写一个发表于 ok 这是一个时间 时间也是一个数据 然后因为我们需要获取当前的时间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文章的一个内容 为了让内容我们给一个class吧 呃 给一个什么class呢 给一个例的class 这是一个container里面的一个class 然后接下来这个文章的内容 我们也是一个数据 ok 那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需要定义三个数据 第一个数据就叫做一个标题 对吧 我们得return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 一个标题 叫什么 就叫做一个title ok 在这里面这是 一个好文章 对吧 或者是我们用标题震惊 对吧 震惊标题 对吧 震惊 ok 然后在里面就写个 震惊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是一个数据啊 date date 是不是就得交用new data 去获取当前的一个时间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是不是就是content 一个内容 对吧 内容就是 为何 过年 亲近催婚 对吧 ok 催着对象 这是一大难题啊 我们就在这里面写上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h1里面我们要写这个title 然后这个发表于是不是应该发表于这个date时间 然后这个里面是我们要写上一个content的 ok 那是不是这个组件又已经写完了 组件写完了是我们在这里面应该全局注册 首先得把这个article article article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article.view ok 那我们已经把它引入了 引入之后我们就得view一点component app.article ok 然后在这里面就是这个article ok 那我们使用的话 是不是得使用这个app.article 那在这个app.view里面 我们写这个app.article 然后 一生成就ok了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看一下好不好 哎 是不是震惊 然后发表于 2011 2018年这些 然后为何过年亲戚催着对象 对吧 这就是我们写的一个文章 当然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用了一个例的这个 class 在这里面它肯定就是fondal size和fondal weight 也变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 简单一个网页 然后在这里面你会发现这个 时间不是你想要的形式 那如果你想要把这个时间转换一个形式啊 在这里面有推荐大家一个酷 叫做moment酷 那这个酷也是在你们开发过程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酷 在里面我们提一下 那如果你想使用这个酷的话 首先也是得先引入这个酷 去下载这个酷啊 那首先我们说得在这个我们的一个项目打开终端 然后npm 下载一个酷 它就叫做moment moment 然后我们是不是要是在开发过程中运行的时候使用 所以说我们刚刚sale一下 然后我们下载一下 那下载的时候就让它下载着 我们在这里面先不管啊 那如果我们在这里面要使用这个酷的话 是不是我们首先得引入啊 在squid里面 import一个moment 然后from一个moment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酷 一个酷下来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把这个data给转换成我们想要的一个形式 那是不是它是一个筛选啊 我们可以用一个filter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写一个filter ok 它是一个对象 然后它就叫moment 然后在这里面它是一个方式吧 对吧 它是一个方式 然后它是不是会把我们要筛选的值给传到里面去啊 我们就叫value 然后在这里面直接return一个moment 点上一个value moment是不是这个酷啊 我们moment它是一个函数 直接把这个value给它传进去 那它就会进行一个转换 转换的一个规则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写一个formate ok 然后我们的一个规则就是 只要月和日 所以说就是mmmm 这个月mm这个形式就是 我们是一个完整的月 像什么month啊 三月 诸文呢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单词 如果你写mm 就是一个硕计 一会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然后接下来就是do 就是它的一个 那个 哎 这是一个小写的 那它就是一个月 那我们在这里面再刷新一下 哎 它 包错了 哎 因为在这里面是不是没下载下来啊 没下载下来 因为它下载的很慢 那怎么办呢 啊 我们 在这里面 用这个cmm cmm是个淘宝镜像啊 它能下载的快一些 因为它会去我们中国的服务区里面去取 刚刚sale OK 看一下 给你看下载就很快 然后我们再刷新一下 哎 又会发现 哎 这个是不是 它现在还没有效果 因为我们说没有使用它呀 没有使用它 我们就是 在这里面是不是通过短信线 使用这个moment OK 再刷新 是不是就是Friday 13号2月3号今天 那如果你想要这个2月是一个完整的形式 你就写4改目 我们再看一下 就是2月13号 OK 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小练习 第一个小练习 把我们的一个文章给写完了 第二个 是不是我们再写一个组件 只不过这个组件只有一个 作者的名字 在里面我们写一下 在里面创建一个组件 叫做author 然后在这里面写个template 然后再写一个squit 然后再写一个squit 那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就要一个div 然后div里面写一个writ by 对吧 被谁写 那当然这个写的人是一个 一个 我们用p标价给它包裹起来 是一个数据啊 OK 然后把它就写到这里面去 然后只不过在里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数据 只不过在里面 主件的数据都是一个函数 然后我们return 一个对象 然后对象里面写一个name 就写我吧 那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 去写这个name 那当然在这里面 我们把组件定义好了 我们应该去注册这个组件 那我们是要在article里面 去用这个组件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 要局部注册 所以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就写一个components OK 然后在这里面 是不是就写上一个article app 杠上一个 然后在这里面 如果你写杠的话 你得写一个周串 杠上一个作者 OK 然后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author ok 当然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应该去引入他呀 import 一个 不知道吗 当前文件夹下的一个 下留意 OK 那这个就写完了 然后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去使用这个 app aot 这个组件了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使用一下 OK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页面 看好不好 这个已经好 直播在这里面 是不是我们用的是一个局部组件的形式 用的是局部注册 这个整个文章这个组件是用一个全局组件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用法 一个简单的用法 我们已经通过例子的方式给它练习了一下 那么我希望你们在课下也是把它给练习一下 更好的去用一下这个VUE 那接下来我们会发现啊 我们这个目录结构非常非常乱 因为我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组件全部写在这个SRC文件夹下了 什么呢 Lossman的app全部写在这里了 那我们当然现在项目很小 它没有什么问题 但当你的项目很大的时候 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个组件 可能有几十个组件 几百个组件 那如果你全部给它平铺在SRC这个文件夹下 你想一下我们如果再去写一个组件的话 是不是很难去找我们哪个组件和哪个组件相关联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能在写项目的时候就会忘了 这个组件跟谁组件相关联呢 就导致我们的项目很乱 所以说我们最好组织一下我们的一个项目 那在这里面我都已经创建好了一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叫什么呢 叫news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是不是这个文章就是一个新闻呢 那在这里面我们就是news 当然你这个文件夹的名称最好跟你的一个当前组件的一个特性相符合 那我们这个组件是不是就是一个新闻组件 所以说我们就叫做news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article和这个author给它放到里面去啊 那在这里面我们打开我们这个文件夹 哎是不是这里面有一个news 我们就把这个article 还有这个author.view 给它拖进到这个view子里面去 哎是不是现在就成了这种形式了 当然在这里面它报错了 因为我们说现在的一个路径的一个位置不对了 那在这里面我们先把它改一下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还有一个announcement announcement是不是就是一个宣告 宣告是不是就是一个弹窗啊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给它再载一个alert 这个文件夹 这个文件夹里面就写了什么 就写了弹窗这个组件 我们全部给它放到这里面去 OK 那这里面是不是太有报错了 不用管它 因为我们在这里面就目录节目给改了 那我们可这里面就很清晰了 我们app.view里面是不是用了什么 用了这个announcement 还有这个article 然后在这个main.js里面 我们定义了这个announcement和article 并且在这里面我们只不过引入的这个路径不对啊 我们应该是加上这个alert 杠 然后这个应该加上这个 news OK 那这个应该是对的 没有什么问题的 哎 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目录的一个组织 那在这里面还是以特性去命运文件夹是很重要的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是给它还原回来 因为在这里面小项目我就没有必要这么写了 把它还原起来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news 也给它还回来 OK 然后news文件夹和乱上文件夹要删了 那是不是这是我们以前的结构 然后我们还是得把这个给上一下 这个也上一下 OK 然后再一刷新 哎 是不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啊 那这就是我们以前的一个文件 那在这里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目录结构的一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刚才说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样式 是不是有个scope的那个属性 那假如说我们在这个article这个文章里面 我们想把这个所有的文章的颜色变成一个红色 那假如说我说在这里面写个style 那假如说我用所有的一个通配服选择t把它的color给变成一个ride 那这么做的话是你把所有的一个样式全部给变成一个ride 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我们刷新一下 你会发现红色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没变红 哎 你感觉哎 这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了 我只让这个article这个组件article组件是不是里面包含这个作者组件 那我只想让article组件变红 那是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啊 但是在这里面我告诉你啊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我们不strap的一个样式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 看一下它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你会发现这块是不是有个lert info 这里面有一个color 你再往下翻 你会发现这个通配服选择器有一个color的预红 那我明明是写在这个article这个组件里面的一个样式 为什么在这个announcement这个组件里面也有一个形容呢 也有一个通配服选择器呢 因为我们是3S的样式 就是你想一下你如果写一个link去引入你几个相同的一个不是相同的就几个3S的文件 那如果你里面都有一个新的话 是不是它是一个全局的样式 也就是样式它是没有作用欲的 那在这里面它你不管在哪写它都是一个全局的样式 所以说在这里面它就也有一个red color是red的一个颜色 那假如说我就想让它有局部的一个color 那怎么办我们在style里面去写一个scope ok scope 那它就是一个局部的color了 我们再刷一下 ok 然后你再把这个给选中 你就会发现它通配服选择器是我没有那个color red的 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想要的结果了 只有它这个组架和它的子组架 那子组架是不是有一个作者这个组架 那他们是有这个color是red的了 剩下什么都没有 剩下组架都不影响 那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组架 局部的组架 那这个它是怎么做到呢 我们来可以看一下 你会发现在这个这个组架 这个组架是不是这个article这个组架上会有一个新的一个属性 叫做data-v340f2b6b6 那这个就是一个局部的一个组架了 然后我们点开这个道目节点 你会发现它的通配服选择器是怎么选的呢 是通过一个属性名去选择一个星 然后后面是这个 也就是说是不是它在家里面有两部选择 第一部选择是星 所有的都选 第二部选择是只有这个属性的一个星 那这个属性是不是只有这个道目节点有 这个道目节点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文章这个组架 那它就可以让把所有的一个子组架 你会发现子组架是不是也有它 子组架也有它 然后子组架还有当前这个组架全部变成了一个 有一个新的属性 那这个属性不是我们自己家的 它是我们天堂里面去的 这就是有了一个CSS的一个局部化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CSS的一个模划 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查一下这CSS的模划 其实就是往我们这个道目节点上去添加一个属性 我们选择的时候 再把这个属性给添加上面去 就选择了这个局部的一个样式了 OK 那么CSS里面 这是我们CSS的一个样式的全局样式 还有这个局部样式 如果你想要全局都有的话 你直接在任何地方写一个样式的话 是不是都是一个全局样式 假如说你只想在这个组件里面用这个样式的话 你给它一个scope的一个属性就OK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样式的一个选择 那这节课就差不多到这了 那我们下节课要讲什么呢 我们下节课要讲的是 怎么在组件中去传值 那我们现在去做的组件 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组件是规定死的一个东西 那如果你再看一个噩了门组件 说你可以往噩了门组件里面去传值 你传一个 这组件又显示什么功能 显示什么效果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组件 都可以用传值的方式去传一些值的话 是不是就更好地去自定义一个组件了 那这就是下一课我们要学习的 怎么往直组件 往副组件去传值 副组件怎么往直组件传值 怎么去传一些盗母节点 这是我们下一课要学的东西 那期待下一课跟你继续学习这个BOE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